第一次个股推介是国泰293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简算 原因是国泰业绩好过预期 加上派息有惊喜 可以提高一线 国泰去年计及优先股股东及非控股权益盈利 达到97亿9千万 不单终止三年亏损 亦是集团自2010年以来最佳表现 公司宣布重新向股东派发股息 每股4毫3 在2019年到以来首次排息 受到业绩利好推动 股价沉密配合大成交向上突破 短期走势转强 未有货的话 可以考虑9元水平吸纳 上网摩根士丹利目标价10.5 跌穿8.4就减持